《以思帖记》 《以思帖记》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从这一集开始呢 我们要进入《以思帖记》 和各位一起灵修 不但如此 这一集开始 我们灵修的进度 也会和每日言经示意 这一个灵修教材的进度同步 欢迎大家自由享受 选择使用这个教材 好了 那么讲到《以思帖记》呢 可能好多人都很熟悉 因为这是一卷 非常有意思的书卷 记录了好多奇妙的事情 那围绕着《以思帖皇后》发生的了 今天我们要从《以思帖记》第一章 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奇妙的地方 当然整卷《以思帖记》啊 学者已经发现了 仔细读我们也会发现的 那就是这卷书没有提到神 哇一卷没有提到神的书 竟然会留在旧约圣经里面吗 是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没有提到神不代表没有神的观念 那阅读《以思帖记》 我们灵修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态 这个心态会帮助我们来了解整卷书 这个心态就是当没有提到神的时候 神就是无所不在 有一点像我们国画那一个留白 神好像不在那边 就好像一个高山有一片空白 空白那一片不是那个山不存在 只是有云在那里 没有把云画出来 但是那个留白正式印证出云的存在 《以思帖记》就是用这样的思想帮助我们 好了那我们就来试看看怎么样来阅读 一起来灵修了 第一章讲到《以思帖记》所发生的背景 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伟大的帝国 那就是波斯帝国 亚哈水鲁王上任第三年 就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了 他邀请波斯帝国里面的各地官员 有头有脸的人来到皇宫 皇宫在哪里呢 在苏山城 哇那你知道波斯帝国有多大吗 圣经说有127省 横跨亚洲欧洲以及非洲的北部 哇横跨三大洲 127省的一个大帝国 邀请各地方的领袖来到苏山城 一起来庆贺 摆了一个大宴席 第一章的经文还给我们看见 在这个宴席场地 人潮汹涌 127个省 假如每个省派10个人 就有一千多人 假如一个省派100个人 那这里就有一万多人 这些各省的领袖代表齐聚一堂 我们也可以想象 人潮汹涌之外 人种也很多 各色人种都有 那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见 这个场地布置得非常的漂亮 不同颜色的帐篷 紫色的这个绳子 扣在银座的扣环中 把帐篷搭起来 地板又是红的白的黑的黄的 这个玉石所铺 哇 这个场面真是不得了了 然后呢 这里说 大家一起来庆贺 来观赏雅哈水鲁王 那些宝贝的收藏品 观赏多久呢 180天 哇 一边宴会 一边看东西 180天 180天就是六个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 故宫博物院 看一天已经很累了 哇 竟然可以看 180天的宝贝 一起喝酒 多么盛大 不止如此 就在这一个的庆贺 180天完了之后 哦 扩大邀请范围啊 把苏山城所有的人都邀请进来 再举行宴会 七天 哇 这真是豪华 原因很简单 因为波斯帝国就是一个这么样丰盛的帝国 这么样物质充满的帝国 在这个宴会里面 哇 all you can eat 酒是供应不完的 哇 那个有吃 有喝 有欢乐 当然一定有乐队 有各种表演啊 就在这样一个场合之中 国王呢 就想到一件事了 那就是不如在这么盛大 辉煌的场合 请皇后出来 圣经说皇后非常美丽啊 哦 皇后出来 那皇后那时候在做什么呢 皇后也在摆宴席 她在皇后的院子摆宴席 招待各国来的领袖的旅圈啊 意思就是男生一个大宴席 女生又是另外一个大宴席 哇 你可以想象国势之强 实在是无与伦比啊 就在这个欢乐的时候呢 国王就想请皇后出席 秀一秀她的美丽 让臣民更为倾倒嘛 不过皇后瓦什提 却拒绝了国王的邀请 其实这在当时波斯的风俗里面 瓦什提所做的才是正确 那个时候蓝绿是分开的 而且皇后有皇后的位分 但是国王一时兴起 这样子的浇冷水 心里就很生气了 好了 生气之后做什么事 下一集告诉你了 但是呢 让我们用这样的心情 来阅读以斯帖记 这是一个大帝国中 伟大国王所发生的一些重要事迹 第一章把地上的这位国王的伟大 衬托出来了 不过正在很伟大的时候 伟大的国王马上面对的 是皇后的拒绝 当然他心中很生气了 但是人的伟大 真能一帆风顺吗 这就是一开始值得我们思想的 人的一生再伟大 伟大如同雅哈水鲁王 然到还真能够控制所有的一切吗 这值得我们思考 求主用这个角度 带领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 其实人都是有限的 包括当年的雅哈水鲁王 那么在有限的王权之中 有没有一位无限者呢 当然有 那就是整卷书没有露面的这位神 我们继续来思考 神虽然不露面 却无处不在 愿主祝福你 让我们活在无处不在的 这位神的大能和保护之中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